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罗马书二章一至四节 十二至十三节 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也许你以为自己 可以定这样的人有罪 但其实你跟他们一样坏 你没有藉口可以为自己开脱 当你说他们邪恶 该受惩罚 你就是在定自己的罪 因为你审判他人 自己却做同样的事 我们知道 上帝要按他的公正 来惩罚每一个做这些事的人 你审判做这些事的人 自己却做同样的事 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 难道你没有看到 上帝对你是多么仁慈 宽容忍耐吗 难道这对你毫无意义吗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他的仁慈 是要使你从自己的罪中回转呢 尽管外族人从来没有上帝的律法条文 但如果他们犯罪 就会遭到毁灭 犹太人有上帝的律法 但如果他们不遵守 也要按照律法受审判 因为紧紧听见律法 并不能使我们跟上帝恢复正确的关系 唯有遵守律法 我们才能在上帝眼中成为义人 你不能紧紧因为自己的父母是犹太人 或只因自己受过割礼 就算是真正的犹太人 不,真正的犹太人 是内心无愧于上帝的人 真正的割礼 也不在于紧紧遵守律法的文字 而在于上帝的灵 带来内心的改变 内心改变了的人 尋求来自上帝的称赞 而不是尋求来自人的称赞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通晓真理的人 我认识一位姊妹 是一个万事通 去护肤会指点美容师管教小朋友的不是 买菜会品评街坊买的菜不够新鲜 人家无论买了什么电子生产品 她都会指出其不足之处 最糟糕就是 每次听完牧者讲道 她通常都会这样回应 这些我全部都知道了 我都会说 但是如果你去她的家 就会发现 是她丈夫负责管教小朋友 小朋友都在埋怨她煮的菜难吃 录电视节目 还要吩咐个儿子帮忙 原来她所知道的道理 都是道听途说 她懂得批评 却不懂得实践 保罗针对犹太人 如果我们自以为知道 只会指点别人的不足 却拒绝聆听上帝的教导 就真的辜负了 就真的辜负了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